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门看金融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0年11月10日8点30分 北京时间2020年11月10日21点30分 我们一起把握大师赚大钱 那么今天最重要的标题呢 就是辉瑞的消息 我这就打了辉瑞俩字 然后是消息领长 注意啊 这是昨天是一个消息领长 导致的是科技股息火突破的失败 这个就是由于啊 原来的大家都认为 一些传统行业 包括受益性影响的那些股票 昨天由于这个利好的疫苗消息 一下呢把资金全从科技股抽走了 那么科技股本身也到了一个压力位 一下把这钱一抽走了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啊 有很多的抛盘 是有很多的这个拉升 是在盘前开始拉 盘中呢就开始往回吐血 一点点的吐就出现一个影线 当时呢我跟大家说的时候 我说啊大家千万要小心 呃我说这种突破呢 虽然看着好啊 但是我们看能不能真突破 呃当时呢就是担心是假突破 结果呢担心成为现实了啊 就是一个假突破 那么昨天呢我一直在看着啊 我们可以看啊到 呃这块看不出来 到这块啊到15分钟线就好 就看着特别明显了 我们可以看啊这一路又震荡 有一点凸写就开始震震震 等到最后15分钟的时候 看5分钟线就更明显了啊 就是最后的这个15到20分钟 就是明显的 特别是最后的这个15分钟 就明显的开始 就故意的就开始往下 砸啊就是获利的这些盘 获利盘就是明显的这个意志啊 就是在昨天就要清仓啊 在昨天就要清仓 那么他要在昨天清仓是为了什么呢 他肯定不是为了让你挣钱啊 也肯定不光是为了他掏现 而是有可能就不再选择向上突破了啊 这一点可能呃大家呢听起来就比较伤心啊 我也比较伤心 我也希望他能突破成功 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反倒是不太好看啊 明确跟大家说不太好看 我们可以看啊 这一大棒锤线啊 你说他棒锤线也行 说的是锤子线也行 这锤子不太标准了 锤子呢应该是这个实体再小一点 呃影线再长一点 这个棒锤呢比这个锤子呢 看着稍微好一点啊 就是在这个出逃的情况下 说明出逃意志还不是太坚决 呃我们从盘中啊 我昨天在盘中一直在看 除了最后五分钟 我呃最后十五分钟的时候 我还觉得呢 我说哎呀 看来这个标普啊 还能凑我守住这个 呃三五八八点 如果他要能守住三五八八点 那么咱们不能说的是有效突破 也不是有效突破 能够守住三五八八点 就说明什么呀 就说明他往上做多的意志 就是多方的力量还是可以接受的 他跌破了三五八八点 意味着什么呢 跌破了三五八八点 我们可以看啊 现在标普是在干嘛 是在找这条颈线 是在找这条颈线来 啊 他现在是在往回找啊 你说这颈线在这也行 你说颈线往上提力行不行呢 你说按着尖算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按着实体算啊 呃 你说往上提力按这个尖算 那那那也行啊 这这块呢 如果按尖算 基本上呢 他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颈线的位置啊 就是这块啊 已经到了这个颈线的位置 如果你要说按实体算呢 说明了他还没找到这个颈线 还差这么一点点距离 呃 但是纳指就比较悲惨了啊 我们看一下纳指 我们看一下纳指 呃 纳指呢 是这样 上方呢 这块本身啊 这个12349啊 12349.5啊 要12345.9就说起来就好了 就通顺了啊 这个是12349.5 在这块 是他的真正的一个上方的压力 这块呢 是一个颈线的压力 那么昨天呢 他早盘的时候啊 拉了一下 明显的是有一个回吐 回吐这资金去哪了呢 有很多人说是去了这个道琴斯呃 从这个指数上看啊 他确实是去了这个道琴斯 但是呢 没有拉动啊 没有拉动 但是总体来看呢 道琴斯纳指和这个呃标普道琴斯收的是最好的 虽然他也是一个锤子 但我们会发现啊 他这个棒锤啊 是在这个景线的上方啊 二一个呢 是在三月份以来的前期高点的上方啊 你不不是没有没有到这个啊 没有到这个呃 疫情之前啊 疫情之前这条这个线是已经跌破了 昨天 但是按 三月份以来的这个高点 他现在是正好到了前头的这个上方 呃 如果今天能够守住 说明呢 可能啊 还有向上突破的意愿啊 还有向上突破的意愿 如果不能在这 如果今天能够在这震就好 但是如果今天要把缺口给堵了 而且又有这么一根道锤子线 就是把缺口填补上 这就不太好了 这就不太好了 就说明啊 做多的这个意志啊 就消就消除了 所以我在这这块呢 给大家总结了一个顺口 就是什么 辉瑞疫苗抖神威啊 就是昨天辉瑞发这个消息 纳指熄火压力位啊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纳指正好在这个景线的压力 和这个上方的高点压力的这个区间熄火了 顶底难辨控风险 现在呢 你让我说是顶 还是说是底 我有的人说说这是就见顶了 我倒是也不能不太认同啊 我我现在不敢说它是顶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看到了 道琼斯呢 他是在这个压令线上 他已经止跌了 呃 今天呢 要是往下回探一下之后再拉起来呢 咱们只能说它是一个高位震道 他不见得是顶 对吧 呃 但是你要说它是这个W底 那现在肯定他不是 呃 因为不是有效的突破 昨天这个突破呢 不是一个有效突破 昨天我跟大家说这个标普的时候 啊 大家可以回顾我昨天那期节目 我就说了 我说他到多少算是有效突破呢 哎 他到3650那是最好啊 如果到不了3630也可以 3630之后 他回踩3588这一点不能破 呃 结果呢 昨天是到了3630啊 将近3650 可是啊 这这一可是就不好了 这一可是可是到哪呢 就是他破了这3588点了 他又回踩这个景仙位 好在啊 好在 昨天咱们说一个好在的东西是什么 他没破这个景仙位 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 你现在让我说 他是就见顶了 当然了 有这个缺口 一个倒锤子啊 这是一个K线的 注意啊 是一个K线的见顶信号 但是呢 我们不能说是光拿一个K线来这个判断去 啊 从这个小时线上反正也有点见顶啊 明确跟大家说 昨天的这15分钟抛的有点太狠 小时线上有点见顶 呃 K线上呢 有见顶信号 但是呢 从这个 支撑和这个压力位而言啊 现在他正好是在这个景仙这块支撑 如果他填一下缺口之后 在这震震震震 啊 就是不填这个缺口 不能填这个三四 三千四百点这个缺口 就是在这块高位震 那么你也不能说他是见顶 这叫顶部盘整 寻求方向 也不能说是寻求突破啊 他是寻求方向 那方向是横着往上 还是横着往下 这就不好说了 有九盘必跌 那么这是弱势市场 如果要是呃强势一点的 就过些日子 拜登刚好说 我不加税了啊 由于经济不好 我暂时先不加税 有这么一条消息出来 而且呢 还有刺激计划出现 那么呢 就不是九盘必跌了 那样就会出现什么呢 叫横有多长 力有多高 那么比如说啊 我们拿这块啊 我们拿这块来看 这块标普在这块有一个横盘啊 横盘 这块有一横 看啊 就这块 有一小W一个横 横度跟他往上走了这个 长度是差不多了啊 我们可以看这一段 这一段区间是横盘 然后往上走 走这么 走这么长一段 然后你 如果他在这还能横住啊 我们可以看 这又是一个W 或者是一个箱体 他只要不破这个顶啊 不能不能破这个3230这块啊 不能破 老在这横着 当然了 他如果要是能够在这个 3400以上 这横横横横横 突然间拜登说不加啊 那咱也不见得是拜登啊 也没说老特 现在咱们不不不予置评 这个就是说 甭管是拜登 还是老特 他到最后是当总统了 说我不加税 老特肯定是不会加税 拜登上来啊 如果他也宣布 他不见暂时啊 不加税 这个暂时 一般的情况啊 怎么着 他当四年 也得暂个一年不 这个这个税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就也是横有多长 力有多高 那么这个力 就要力到哪去呢 我反正高了 现在看不见啊 3700点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高盛 这是这个不是高盛啊 是那个摩根 摩根说的 摩根是怎么说的呢 摩根说 当然他是比较乐观的啊 疫苗的新闻呢 有可能会让标普啊 明年这个上涨到4500点 呃 但是我现在看不了那么高 我现在短期内呢 我能看到的是3700点啊 高一点的话呢 就是3725点 如果能够突破 就是我说的3700呢 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压力位 呃 如果能够突破到3700点 呃 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现在这是斐波纳切的这个回撤 还有一个斐波 还有一个跟他相对应 叫斐波纳切延展 就是你你要往上推的话 正好的延展线呢 是在这个3700点 那么到他的延展的 这个嗯 23.6的位置呢 是这个三呃 那个3725这块 就是在一个3700到3725之间吧 这么一个位置 如果要是突破的话 那么他就要奔3700 呃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W底来量的话 呃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如果按照W底量的话 我们可以看这是 这一下就是300多点 那就得奔着 4000 那就得奔着将近4000去了 但是我现在看不到4000啊 我现在看不到4000 就是咱们先说 按照这个斐波纳切的这个延展 指标 那么基本上 就是到这个3700到3725之间 如果要是选择向上图 当然了 他也保不齐就往下来啊 往下来 个人认为呢 呃 你说他是一个见顶 是一个多重顶 有的有的朋友呢 就是有的朋友就说说 那某某某啊 我说呃我现在呢 嗯不能 我我不是说不认同人意的观点 我只是说 我看到的呢 你现在说他是M顶吧 M头 也不见得是M头 呃 他很有可能是在这个3250 这块又获得一个支撑 他是走一个箱体 呃 更大的可能是一个箱体 那么 但是呢 这一段往下下来啊 呃 距离也不小 所以说呢 我在这块给大家流离一句话 叫什么顶底南边控风险 防止背离再轮回 呃 防止背离再轮回的意思呢 就是防止出现这个 防止出现啊 我们我们看啊 在这儿 呱一下又坐车 又回到这儿了 啊 又回到这个1150点左右 这块位置来 就是从纳指上而言 那么从标普而言呢 就是防止他 就是防止他 再回到这个3250点 我们现在呢 减一减仓啊 再观望一段啊 就有些获利比较好的 那么有的人说 说是这个 我纳指的这些科技股啊 被套住了 是不是现在就是止损呢 我觉得呢 您没有必要是止损全部的啊 可以止损一部分啊 一部分止损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啊 类似于啊 这种疫苗的消息 今年反反复复啊 已经好几次了 基本上呢 都是一日游或者三日游 今天呢 就跑过去了 跑过去了之后呢 明天一看又这疫苗啊 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拜登在这个疫苗的消息 出来之后 他说他非常高兴 但是呢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说了一句 建议全国人民仍然 需要这个佩戴口罩 口罩的措施呢 是依然需要的 而且呢 疫苗的真正的生产 应当是在疫苗批准之后 三到六个月才能够正常 才能够正常化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看啊 现在啊 辉瑞说的是什么 他要是三期这个认证 到这个FDA走这个程序 走这个特别程序 就算是特别程序 我估计啊 这三期认证也得一个月 三期认证完了 咱们就打 打一个对折 两三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 如果他认证完了 三期 再有一到两个星期 他才能是 做这个临床生产 那么等产出来 就得是一个月 产出来这个一个月啊 你我这样的 小人物 小把戏 是肯定用不到的 对吧 有大人物 先得用 那么 那么有的人就 我一说这话 人说啊 美国人人平等 在任何国家 就没有绝对的平等啊 不要认为就把美国 这个平等就神化了 你是屁民 你还依然是用不着 最好的 对吧 老特人三天就能去竞选去 治你 治三礼拜 不见得能治得过来 这个东西是我们现在现实都看到了啊 因为我现在这块直播 有朋友给我留言 说是那个 那个美国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 总共它是产能 就能生产出 一千个来 就能轮到你啊 美国三亿人呢 轮不到你啊 就整整个这些白宫的幕僚 先得保住 先得保住他们 要不然整个国家机械就停摆了 那你所以说 平等 那是理论意义上的 实践当中啊 人一是头 你是屁民 还是得先保人家 这是实际情况 除非是像20 那个叫什么2012 那部电影似的 在总统的最后走 那是全人类的灭亡的时候 再说啊 而且那都是属于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的当中 是不可能轮到你去 上来就轮到你去应了 那从目前来看呢 应当 咱们算这个时间 最快最快 一个半月啊 能够有些人能够用上 真正的 咱们能够用上 估计那得是啊 明年开春了啊 一季度之后的事啊 估计得三到六个月 才能 这个达到一定的正常化 就是咱们这些平民能够用上 那么真正的能够 达到这个上亿的产能 估计得夏天了 那么这么算来的话呢 估计啊 这个疫苗的 V力啊 也就是这个 一两天 呃 完了事之后呢 可能呢 还会再回到科技股 而且呢 我个人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 在美国 这个不代表任何的观点 业 不代表投资建议 咱们再强调一下 在美国呀 你要谈 制造业 连美国人自己都不信啊 除了那些红脖子啊 就没没没没上过学的 他们可能信 还能回归啊 就这个制造业回归美国 呃 其他的时候你要说是 只要是本科以上的 甭本科以上的 大专义上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 social weight 这些那个 bachelor 他们都可以啊 你就你就去做问卷调查去吧 70%的人都不信 这个一般的制造 也能回归美国 你问他们 就是美国搞个什么设计啊 研发啊 美国能谋吧 对吧 你说是让 把这研发的东西 付诸实践 可做出来 跟刚才说 自己就说 美国现在没有这样的人 去能做这件事 老墨都是干嘛的呢 老墨都是做建筑工的 挖石油 这些他们都可以干 西就是所谓的西 他们可以干这个 但是你说 做一些这个 正经的加工业 很难很难 这块 我们这块做过调查 当时在不同区域 有这么一千多份文卷 将近两千份文卷 结果呢 就是结果是 百分之七十七 七十八的人啊 只要是有这个 就是高等学校 就是哪怕是college 这种学位的人啊 都认为不太可能 再回来美国 那么你要是问啊 这个制造业 有没有可能离开中国 那么很多人会认为 会离开中国 因为中国什么成本高啊 各方面的 什么美国的打击啊 这些他们都会选 但是你问他们 能不能这个 回归这个美国 基本上好多人都不太认可 所以呢 个人认为啊 咱们还是把重点 放在一些科技股 和跟科技相关的制造业上啊 比如说像BA这种股票 你要跌下来 你要再跌到一百三 那我觉得我就 我就敢接这飞刀去 对吧 那你要跌下来 我就敢接 你涨起来 涨起来 我就卖一卖啊 像这种就跟科技相关的呃 工业制造股啊 没有在未来五到十年内 没有任何国家 特别是中国不能替代他的 我们可以去做去啊 你你比如说像这个 有些东西啊 就像原来那小平衡车 你说这东西拿在中国 中国就能给他做成白菜件啊 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只要让中国一做 美国这个制造业 基本上就就就压活啊 是吧 就比如说像我跟大家说 我说特斯拉和这个未来 你说我看 更看重哪个 我可能我说 我更看重未来 但是他现在呢 有点 有点风啊 有点风 等他这个风病过去了之后 我再考虑再接他 所以说总体上来看呢 我们 目前认为呢 科技股你可以避风险减仓 没有必要清仓啊 而且美国的股市的未来 可能还有一部分会在科技股上啊 会在科技股上 当然了 有一些工业股的回归呢 不排除 可是呢 我认为啊 长牛股啊 长牛股还是科技来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汇报到这 我们A股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